各位好 我们来看范例 类题第三题 2-3 AB两球都带正Q的电量 两球新向去L 那 两球之间的静电力为F 那这个F应该是 排斥力 因为他们A和B都带正电 好,那另外呢 再把小球C B至于 AB两小球的 中央处 那小球C是带负Q的电量 请问这时候 小球A所受的静电力 是多少 好,那他要求的是 A这个的 所受的静电力 那A不仅是 受到来自于B的排斥 A是 受到来自于B的排斥 题目说 这个是F 这个是来自于B的排斥力 然后他的大小等于F 那他还会受到来自于C的吸引力 因为C和A是 异性电 所以呢 还会受到来自于C的吸引力 那这两个 排斥力和吸引力 A和B 互相加加减减 才会是答案 才会是A所受的合力 那首先我们先来写一下 那 这个排斥力跟F的关系 排斥力今天是A和B 那带入 扩轮静电力公式 A和B的电量都是Q 然后除上A和B之间的距离平方 然后除上A和B之间的距离平方 那这个就会等于 KQ平方去除以L平方 它就是F 然后 然后 吸引力呢 吸引力的话 则是 由 正Q和负Q 互相吸引 可是 他们今天比较近 他们今天这个距离是 二分之L 所以 吸引力 电量还是一样都是 大小都是Q 去除上 二分之L 那这个算起来 会是 4KQ平方 去除以L平方 那因为呢 KQ平方 除以L平方 就是F KQ平方 除以L平方 就是F 所以这里 KQ平方 KQ平方 除以L平方 也可以写成F 所以这里就是4F 所以这两个例 会相减之后 才会是ASO的合例 所以A所受的合例 所以A所受的合例 就会是向右的4F 减掉向左的F 也就是3F 向右 那如果只有要问大小 他只有要问量值 那就是只有问大小 那就是3F 那就是3F 好 就这样子 谢谢 啊 是 是